最近几年传舞大师吸引了一波流量 质疑传舞大师的人同样吸引了一波流量 两拨人相约一起PK又会收割一波流量 我们今天再来看一场太极拳师被业余格斗练习者TKO的故事 这位是来自山东林仪的李师傅 是一位太极拳师擅长太极散手 号称可以三天让武术小白的太极劲上身 李师傅看起来跟其他武术大师不同 他也认为功夫重在实战 并且宣称太极推手未尽只是初学者的配合训练 那些把推手当实战的太极大师 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假大师 把推手当实战的这些人 有一个算一个没跑全都是假大师 这些人只要一遇到去交流的 哪怕这个人什么都不练 只会抡拳头 他都一点办法没有 这位老哥五大三粗 号称一步打六拳 一拳能打两米开外 也有着一把子力气 可单手举起一百斤 在他的眼中太极分两种 一种是养生推手训练 另一种就是他的太极散手 可一招致敌 李师傅的太极教学视频火了 也收获了十多万粉丝 阿良旺七也介绍过很多 传舞练习者实战擂台的例子 有意思的是 很多人私下展示如同一代宗师 结果实战秒变王不全 李师傅受邀跟一位业余搏击练习者切磋 赛前李师傅称 他不保证会赢 但是保证会纯用传统武术的技术 要用实力让质疑武术的人闭嘴 我可以给你们保证的是纯用传统武术的技术 让别人让那些说武术是花架子的人闭嘴 镜头一转让我们看一下比赛的具体画面 这个穿着条形上衣的小伙 是一名业余搏击爱好者 红衣男子就是本期的主角李师傅 李师傅一上来就一个蹬腿 两个人互相轮圈 随后李师傅接了一招鲁打把柳 被裁判制止 比赛继续 黑衣小伙打得很凶 技术不高 气势不倒 李师傅用侧踹腿限制 很显然 只用这一招 唬不住小伙 二人没多久 就缠抱在一起 再后来双方一黑一红 架起胳膊 开启互掐模式 犹如两只为争夺领地愤怒的小龙虾 行无行 义无义 无义之中是真义 莫非 这就是武学的最高境界 此时无招胜有招 这种乱拳户怼的模式没进行多久 李师傅就有点体力不支 被黑衣小伙架起胳膊 碾了一圈后 累得牙套都吐了出来 最终因李师傅体力不支 无力再战 这场比赛也被判蓝方选手获胜 说好的一招制敌 说好的展示传舞技巧 理想很丰满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讲道理谁都会 上了一台却是另一番景象 今天是大年初四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大吉 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哪怕这个人什么都不练 只会抡拳头 他都一点办法没有